我是Andy 請聽我說草根行者的故事 Soul Podcast 有故事的聲音 這條線難不難走的? 幾多顆星的? 大哥,這條線要不要帶水? 因為我很容易出汗 但我又不想揹那麼重的東西 這條路線有沒有廁所? 要不要去還是先? 喂喂,走完這座山之後 有沒有什麼美食可以依肚? 不要吃,我不收貨 這條線走多久? 兩個小時走不走得完? 我晚上還有夜中人吃飯 真的嗎? 喂喂,你們一隻幾隻材料 還有這麼多東西問 那又是我Andy出動的時候 有 當稀山吹完水的時候 就輪到稀山繼續吹水 當稀山繼續吹完水的時候 就輪到出閘後吹水 當出閘後都吹完水的時候 沒錯,歡迎你收聽 請出閘後繼續吹水 主持人Andy 石結尾,波仔山,家頓山 嗨各位朋友,我們又出閘了 我是Andy 今集出閘,繼續吹水 帶你們去石結尾站 石結尾站有什麼玩呢? 這次行兩座山加兩條街 是不是很特別呢? 行山又行街? 你可能想都沒想過 但其實真的可以做到 是好玩在 在同一條街上的地鐵站出口 就是我們這次活動的氣端和終點 我們首先坐地鐵去到石結尾站 波仔街出口 那個是A出口 我們就由窩仔街出發了 一路走上去 就會經過了一個很多偶像的地方 就要經過一個 挺煙霧迷慢的一個廟 為什麼要經過這個地方呢? 因為窩仔山入口是要經過這個廟 一路走上山的時候 就發現到 原來上次的颱風 都有幾大的威力 有一本的樹都倒了 但是呢 在窩仔山上又發現了一個奇景 奇景是什麼呢? 原來一班老人家 真的有心有力 我一路走的時候 一路就聽到它們打牌的聲音 我很難想像一班老人家 起完神運鬥之後 更加是將一副麻雀 連麻雀桌 是青崖上山 他們這個行為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其實 由窩仔街地鐵站 走上窩仔山 走半腰都已經走到百多級樓梯了 為什麼他們還這麼有心有力 走上去打牌呢? 還要因為 颱風吹了很多樹 他們還可以就地取材 直接帶上鍋子 就可以去煲水了 還要玩燒柴 有時候都會想 這個公眾地方 可以這麼說 為什麼你要做這麼私人的事呢? 這件事有時候都會想 那我會不會是非法罪到呢? 不只是一台的老人家在打牌 我再走多大概兩三分鐘 接近窩仔山的山頂 看到第二台賣獎 走到很奇怪 而窩仔山就算在任何的apps裡面 有些地圖 甚至會被撕掉這個地方 但有一些行山的app就會有了 上去窩仔山最頂頂的位置 其實是一大個圓圈 一大個鐵絲網 很多人走到兩邊都剪了洞 在裡面放了很多不同的健身器材 甚至乎我那天上去的時候 看到兩父子在打羽毛球 覺得很有趣 一個老的社區 有一班上了年紀的人 感覺上好像真的沒什麼娛樂 會不會就是打牌 就成為了他們一個最好的娛樂呢? 甚至乎在裡面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他們神運都覺得走到夠了呢? 所以就不打算做別的事呢? 那在窩仔山上面 就看到了這些奇景 其實窩仔山有兩條路可以下 一條路可以下到警察會附近 即是太子站的方向 另一方面就沿著學校的位置 其實是經過附近一些屋村重建的工程 山路也是比較明顯 因為有些路是真的封了 下到學校的時候 我們進入巴惟街 下到巴惟街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去下一個點 加頓山 經過的時候 我會經過石潔尾街市 上面是熟食中心 如果你上一次有聽過 一條石街十三區的話 其實裡面也有很多好東西吃的 你就聽回這個節目 講到石潔尾的那一集 那聽回呢 自然就跟阿輝哥找到很多好東西吃的了 除了一個舊街市之外 也會見到市民一些心聲 什麼心聲呢? 其實就是石潔尾這個地方 都需要重建的 街市人理應 他們覺得是會早一點去重建 但直至到今天 一來還沒動工 二來就說要搞好通風設施 其實也是還沒搞過的 願聲再道 這麼多東西都還沒搞 什麼時候才去重建 什麼時候才搞好通風的系統呢 都會有一個抱怨在這裡 其實經過的時候 會見到一些教堂 還有配合整個老區的景色 其實整個老香港的縮影 在我的感覺上 就在這裡見到了 拍照的話 剛好也都是獅子山的下面 拍出來的照片特別有一番懷舊的風味 所以呢 石潔尾街市附近 一路經過鮑魚街 你只要在教堂的附近 停一停步 你的相機對著獅子山 就可以拍到一些很漂亮的舊機的照片 指南針 有 地圖 有 我看到鏡仔的無線電話 指南針 地圖 水 沒有 行山像 也沒有 我還不記得帶手提電話 雖然這座山來過好幾次 但你可不可以不要太客氣? 我今天也沒有說行山 我是來提醒你 行山的時候 萬一遇到難題 一定要保持冷靜 設法第一時間 盡快收聽Andy哥的出閘 繼續吹水 這樣就給你行山的安全知識了 這樣也行 話說話 阿強還未到 咦 對 阿強 CN的WhatsApp 咦 為何他去了香港大學站? 我們明明約在大學火車站等 阿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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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強 黃… 阿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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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馬 flag palavras 這樣更不 Gas 很多負面的思想 剛才有團契小組就說 Andy,你懂得行山的,不如帶我們走一些簡單的山吧 雖然在一個這麼辛苦的情況下 我也覺得要出去舒展一下是好一點的 約了一群電影節目再走一個山 走完之後發覺壓力是小了 而心情也慢慢能夠放得下 所以行山活動來講 只要注入少少的正面思想 和朋友一起走的時候 其實你的負能量就會慢慢的減少 下山的時候會有一個重新得理的感覺 當然,走完巴維街之後 其實大家會去到一個很熟悉的地方 就是去到美河流 美河流今天已經成為青年女社 青年女社的地下也有一個展覽館可以開放 就是講回石劫美村以前的生活 如果你去到美河流的時候 就去到這個地方 順手那裡還有一個很好的洗手間設施 用完洗手間之後就出回青年女社了 青年女社旁邊有一個牌子 就寫著你上加頓山的位置 跟著那個牌子上 大概走十五分鐘 你就上到加頓山了 其實以前這個小山崗是沒有名的 為什麼今天會叫加頓山呢? 原因是因為加頓山的對面 就是那間麵包公司 所以那些人覺得要找個地標去講這座山 大家才會去的 就用了這間公司的名字了 其實加頓山那個位置是每天的黃昏 甚至乎夏天的時候更加多人在黃昏的時間上去的 原因是因為晚霞 那個位置雖然不算高 但可以飽覽整個西九龍的景色 很多人都會無名而去為了拍這個日落 日落之後 等所有街燈或者人們開始回家的時候 流雨的燈都著了的時候 拍了夜景 所以走加頓山不需要那麽早出發 老實說一句 真的下午四點多鐘慢慢走就行了 你走到上加頓山休息一會 晚霞就在你面前 拍完照之後 我會介紹多一個很有風味的地方 去吃你的晚餐 那間製餅的公司 製麵包的公司 其實它亦都附屬一間餐廳 就是在它那座大廈裏面 當然大廈某部分地方重建 我近期走過的時候 這間餐廳仍然是營業當中 當然如果你聽完之後 沒有開門 你記得告訴我 大家都是說一句 大家的資料是互補不足的 其實在加頓山上去之後 山後面有一條小徑 可以回到窩仔街 但很可惜 現在屋邨的重建工程進行 所以那條長長樓梯 暫時不能夠接回窩仔街 所以你去完加頓山 吃完晚飯 又想回到窩仔街 那邊搭車回家 這段日子都是沿路 回到千年女婿那裏 再回到窩仔街 其實窩仔街有什麼特別呢 最重要的是 走過的時候 巴士站附近 開始有些介紹石劫尾村的指示牌 告訴大家 這個村的一些故事 最重要的是 走到差不多窩仔街的時候 就一個叫大坑西村 是一個私人的公共屋邨 是不是很複雜啊 由私人又公共屋邨 這是私人形辦的 居民是全部是膠樓形式的 那裏已經有幾十元歷史了 已經 這個老區裏都在醞釀 要清拆、重建 始終都是地鐵上蓋的物業 日後它會怎樣發展 大家拭目以待 希望日後有重建的話之事 如果你有時間去看看 這個地方 當然啦 到了大坑西村 即是告訴你 你回去石劫尾地鐵站 以前石劫尾地鐵站 可以這樣說 就是地鐵的一個總站 地鐵通車前一天 麥理浩著市 亦都去到主持一個通車儀式 慢慢地 整個地鐵系統 不停地有伸延 加上觀航線 全灣線 全灣線 更加伸延到廣島的時候 石劫尾站這個角色 慢慢地淡了 所以今天去石劫尾站的時候 你見不到這個總站的風範 中環有一個好總站的風範 嘩 是很發達的 四通八達的 甚至乎 你去到荃灣站 可以說明什麼 這個是荃灣線的尾站 對不對 當然啦 今天雖然有平平無期的一個地鐵站 但是如果你不想先進去地鐵站 我想多走一個站 我想去九龍塘站 會不會還有東西看呢 有的 其實那裡才是很賺錢的地方 但是坑西村走過 旁邊就是南山村 南山村當然有很多好東西吃的 甚至乎冬菇亭 在那裡還有的 那當然去到吃東西的時候 我不是專家 只是我一個原則 就是光顧小店 或者那些人說哪一檔好吃 我會試一下 我記得一次吃完晚飯之後 就去南山村 可以吃到一些 小朋友一年代吃的滷水東西 那個滷水不知道為什麼是橙色的 那些雞腎也很好吃 不過不知道今天的白白還在什麼 其實南山村除了吃東西之外 記得如果你要走上去九龍塘地鐵站 去看看巨型飛行棋的位置 那個位置 經常有很多人去打卡 有很多人是用上任何的方法 甚至乎利用航拍 就要拍一個巨型跳飛機的位置 還有南山村下面的遊樂場 也沒有遲回很多傳統 小時候玩的一些水滑梯 甚至乎一些千秋 完全是跟外面的市區 好像相差了一段時間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時光倒流 讓大家感受一下南山村的風味 而經過南山村再走過去 就已經是九龍塘地鐵站 這個路線就是伸延了去到石結尾 南山村和九龍塘地鐵站 當然在市區走山 真的不要想著市區的山有多難走 其實很多是神韻客必度的地方 魔仔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神韻客必度的也有他們的娛樂 雖然我們不知道這個娛樂 放在公眾地方是對還是不對 但這個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同樣嘉頓山也是深水堡區和石結尾附近的居民來說 也是一個挺好神明的地方 因為它有一個得天獨厚的環境 所以令到它在任何的日子裡 很多人仍然都喜歡去影日落 如果你未去過的話 一定要去 當然找好東西吃的 就一定回南山村 還可以談回九龍塘 踏回東鐵線又可以 繼續坐觀塘線 或者去其他地方都非常方便 今次的路線 都希望大家不要忽量市區一些無名的小山崗 原來找下去 其實有很多樂趣在裡面 今天就跟大家說了那麼多 下一次就帶大家 都在市區裡面走過山 也是相當有趣和好玩的 好,下次再見 但是麽 我寬一位 嘗到今天 也得到零尾 去摩訶 你 你